好 亲爱的好朋友 今天又到了卓雅老师的时间 卓雅老师好 大家好 是 我们的头脑会跟我们讲说 没办法妈妈在忙 又或者我们知道妈妈在忙 可是那个感觉还是觉得很受伤 就是觉得 可是我就是想要妈妈陪 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 分裂 头脑跟感觉 头脑跟心都是在拉扯 对对对 因为真的这都可以理解的 这都是OK的 我也觉得我完全没有去再 怪我妈妈没有跟我玩 但是因为 如果我会觉得 那就是这样子是正常吗 我就不会去完美观察到 这个情绪还是在 而且这个情绪会一直影响 我跟我儿子的关系 所谓小时候 卓雅老师你说的小时候 他有没有大概是几岁之前 我们说的小时候的创伤 又或者小时候的一些感受 然后我们没有好好的处理 通常有指几岁以前吗 我觉得 那几岁到几岁 就是妈妈对我们的影响特别特别多 0到7岁哦 对 那几岁以后 几岁到14岁是另外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的影响就不太一样了 那那个时候就能量上的影响可能没有这么多 但是妈妈的信仰 妈妈的所有的想法跟情绪 就会让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看妈妈对待我们的方式 如果妈妈今天鼓励我们 然后会赞成我们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很有价值 然后我们能够信任这个生命 因为我们就是值得被爱 这个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基础 但是如果直到14岁的时候 妈妈一直可能会比较去注意到我们的绝点 哦你这个做的不太好啊 你这样子做哦 你一定不会成功了 或者谁谁谁比你做的好啊 就是我们就讨厌妈妈跟 把我们跟别人比较 对不对 我们就会一直累积对自己不信任 然后就是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 因为在最最更远 这就是不值得被爱的一种感觉 我不够好 那我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不然要非常的辛苦 就一直要很努力很努力 我才可以成功 就我们这一辈子就会真的很痛苦的 每天我的生活 要不然我们就会放弃 放弃我们就是没有用 对对对对 那我就不用特别努力做什么 我就是这样子的 对那这两个都是很不健康的局限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去好好的考虑一下 我们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拿着来的 像卓雅老师刚才提到说 在母亲跟我们的关系里面 小孩子很容易觉得都是我不够好 都是我的错 那妈妈会不会也会觉得说 哎呀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对小孩子付出不够 又或者我对他的教养不对 那妈妈的状态 一样会影响孩子吧 当然会的 如果看现在我们的这个generation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父母 可能真的也没办法想特别多 他们那个时候真的需要 努力的赚钱 让我们有东西吃 就已经很成功的当父母了 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当父母 我们就会很多的自责 我没有当好好的妈妈 因为但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当好的父母 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 有没有对我们的对待也有一些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这种恶性循环了 真的耶 一直在自责 当孩子的时候也在自责 当妈妈也在自责 那不是一辈子花了很长的时间都在自责吗 那自责又不是一个健康的能量 而且自责的状态下 关系一定不会和谐 对 所以我其实会一直讲掉 当然你要看到你自己的决定 你要知道你想要改善的是什么 但是这个方式不是要修复自己 这是要好好的爱自己 第一步你要允许你自己的一些错误啦 或者允许你现在的自己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动力做什么事情 第一步就是要允许 第二步是要解受 解受的意思是什么呢 OK 我知道了我是这样子的 而我没有去批判自己 我没有说这样子是不对的 我知道是我想要改善的 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这些行为而去讨厌自己 这就是接受 但是还有第三步 就是更深的一层 这就是拥抱 拥抱的意思 你就是真正的爱自己 你给自己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说It's OK 这样是没关系的 我还是爱你 那这个角色就是一种内在母亲的角色 我们都有内在小孩 但是我们也有内在母亲 我们需要去培养这个内在母亲的角色 就是给自己无条件的接纳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然后我们回想我们跟母亲的关系 母亲很强势 有可能养出的孩子一种就是 什么都听妈妈的 那这个听有可能是真的觉得 妈妈很棒 妈妈很厉害 妈妈很强势 所以我就只能听 又或者表面上听 但是内在是很反叛的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母亲这么强势 受不了那个压力 然后就想躲 那另外一种是 就觉得妈妈很弱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就会 有一种声音是批判 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觉得母亲为什么没有办法 好好的表达自己 然后觉得母亲很弱这件事情 也会让人想要 有两种种 有一种想要取代母亲的角色 那有一种是被那个压力压到 我做不到了 我已经好累了 也想逃 所以有可能因为 刚刚我提到的这种种状况 到最后导致的就是 想要拉开距离 因为那个拉开距离 那个拉开距离不代表 不在乎对方 但是他觉得承受不了 所以就想拉开那个距离 真的 有的时候非常需要保持距离 因为我们也提过了 很重要 你要从自己开始 如果你今天 没办法找到一个这种 平衡的状况 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用做了 对 有的时候就需要设下 Boundary 设定 界限 对 我们有的时候就需要 设下这个界限 如果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先需要休息 先需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也不要去折快自己 你保持这个距离 也是为了对方 你今天先找到你自己 然后再去帮助别人 去拯救别人 才是真的可以有一些帮助 像刚才主要说 你跟妈妈到现在都还可以 就是无话不说 就什么事情 你都愿意跟他分享 可是我发现 有很多人 重要的话 都不跟父母亲说 就觉得怕他们担心 怕他们烦恼 可能会跟身旁的朋友说 会跟自己的 就是另外一半说 但是就是不会跟父母说 其实我也不见得 所有的事情 当时就跟妈妈说 我也不希望他担心 跟事情发生了以后 已经到了比较好的状况 才会分享说 我们今天有什么什么危机 之类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种 这里没有错 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 你真的要理解你自己的状况 然后你要理解你母亲的状况 如果你今天跟他说一件事 然后他会一直担心 而且可能因为担心 而做一些你不想要的行为 那就也可以选择 先不要跟他分享 这也是一种保持住的方式 但是好的事情 就一定可以跟妈妈说 让他为我们高兴一下 对前两天我们家儿子 跟我分享一些 他跟异性之间互动的事情 那你知道 那个妈妈一听到 他跟异性互动的关系 妈妈马上跳出来 先解释一下说 你觉得你欣赏的这个人 妈妈觉得不怎么OK 然后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 用各种方式 想要试图去影响他说 现在这个年纪 大家当朋友很好 但是不要太早就认定 未来还会有整座森林 然后到最后他跟我说 我以后不要跟你讲 跟你讲以后 你就会一直念我 然后你知道吗 我那个当下就想 哎呦 其实我应该听就好 然后不用给这么多的建议 又或者你即使要给一些 呃建议可能表达的方式 也要转换一下 否则以后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 也不是我想要的啊 真的很难耶 亲爱的 这要注意 呃 我们真的要学习 倾听 嗯 很多的时候 我会跟谁讲话 我们都会很快的 就人家还没这么晚 我们就会 开始讲自己的意见 嗯 我现在 也就是 一直在 学习 好好的去倾听 我人家讲的 然后尽量问问题 不要嫌疑 嗯 就是 你跟那个时候 就可以问一下 那为什么你会喜欢 这个 搞不好 我们还没看见 或者 没有真的懂 他的意思 那我们就开始批判 就是说 他没有那么的好 什么 对 对 对 就是要多一点 倾听 然后 多一点理解 嗯 了解更多的话 真的 想要 表示自己的意见 也是OK的 嗯 但是 如果 儿子长大了 可能也可以问他一下 他想不想 听你的意见 哈哈哈哈 还有 我一定会说 妈妈的话要听啊 妈妈长这么大了 这是我的经验 但是孩子 他其实不想被否定 其实我想 没有任何人喜欢 一开口就被否定 我应该要更有智慧一点 嗯 没关系 我大家都会说 很多的错误 比方说 左亚 你看哦 在说今天 你们家宝贝儿子 跟你讲说 他觉得哪一个小女生 不错 然后 假设啦 在就你的观察 你觉得 哎呀 那个小女生 可能 你觉得不怎么OK 又或者你觉得 没有那么喜欢他 那你会怎么样 跟你的孩子互动啊 我就会问他 为什么他喜欢 这个女孩子啊 嗯 他喜欢他什么 嗯 然后他跟他在一起 觉得有什么感觉 什么 就是要 多一点了解 嗯 真的 要看他的 从他的眼睛中 看到这个女孩子 嗯 知道了之后 我可能也 会改变自己的意见 也有可能哦 然后也可能可以 更好知道他 因为我至少知道 全部的这个 一面 就是 我知道 他所有的引述 跟原因 嗯 他交 什么朋友 就是甚至 我不喜欢的朋友 也应该 不用这么的 就是去 管这么多 看有没有危险 嗯 我觉得我 我唯一会真的 阻止他做事情 这是过程又危险 嗯 嗯 所以今天他那个朋友 是不想吸毒吧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是 但是如果我就是不喜欢 他的那个可信 那我有这个 跟他说 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吗 当然没有 嗯 嗯嗯嗯 就是希望他可以自己 慢慢的体会到 嗯 谁是好朋友 谁是 可能 跟谁在一起不见得 有对他有好处啊 嗯 但是 问题是 那小朋友 都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 学到东西 那我们希望 呃 他们不要做错 事情 后我们就是 自己有 什么经验 就会放在他们的手上 嗯 但是他们来这边 就是为了 真的 体会 所有的经验 为了 经过这些生命 那 我们 这样子做的时候 就是不是 不让他们 好好的过日子 嗯 嗯嗯嗯嗯 对啊 我们都太担心 孩子会有一些 不好的经验 然后 但是问题是 他没有经过 呃 学习 他没有自己体验过 其实就不会成为 他自己的经验 对啊 然后 最好的方式 我们要教小孩子的方式 是自己 当很理想的一个人 嗯 所以还是一样 回到 我们自己这边 你要先 改变你自己 嗯 关系里面的那个 分寸 跟拿捏 表达 这个都 都是需要 一直学习 一直学习的 嗯 不过这些 学习过程 我觉得 其实蛮快乐的 嗯 我们做出事情 然后学到 那就是 很好的事情 那就是可以 很开心 对 对对对 对啊 至少 至少下次 他再跟我说 说一些 他的小秘密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多听 多听 然后多问问题 让他表达 然后我就可以 多了解他 真的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在那个 表达自己的看法 试图想要 改变别人 影响别人 所以就是那个 控制这件事情 是不是也跟 我自己 跟我的母亲 有关系 可是我都没有觉得 我的妈妈 在控制我 没有吗 以我知道的一些例子 你自己 讲过的 我的妈妈吗 嗯 哦真的吗 你怎么比我还清楚 你说说 你提醒我一下 就你妈妈 会 帮你保护得很好 其实 不像你去 做很多事 不是吗 那是爸爸 爸爸比较会 我们家大部分 表达的都是爸爸 妈妈其实 在我们家 他比较属于那个 他会把事情都做好 然后我们不用做 但是会表达出 他的担心 关心 跟非常 非常强烈的保护的 反而是爸爸 OK 对 因为我记得 你妈妈被保护的很好 对 就是从小 我们家爸爸 他是极度的 非常小心的保护我们 所以我常在想啊 如果说真的 讲到 我小时候 让我比较有感受的 应该是跟父亲的关系 那妈妈这一块 好像都是被默默的支持 所以如果要探讨母亲 跟自己的关系的时候 我刚才才会跟 卓雅说 怎么没有太多 比较强烈的 有印象的 互动 然后他会让我 一直觉得说 那个事件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你刚提到 告诉你妈妈会担心 会关系 对 哦 她非常 她非常容易担心 这个担心 基本上也是一种 控制的 表达 不是吗 就是因为 她想要控制状况 然后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真的无法 控制任何的事情 我就会担心 所以担心跟控制 一定有连接 所以即使他没有说 但是我们其实 都可以感受到 他其实是担心的 不放心的 对 虽然他可能 也没有真正的控制 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你爸爸 已经控制的 太多了 对 但是 他的扇动频率 其实跟爸爸的 差不多 就是担心 对 所以我们跟母亲 之间的关系 对我们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没有 更细微的去 去探索 可能我们以为 还好啊 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 但是可能 他就是一直 在影响着我们 除了我们跟 我母亲的关系 另外一种 很重要的 关系 就是我们跟 神圣母亲的关系 各位的神圣母亲 也就是 可以说是 我们的宇宙 我们大地之母 就是一种 神圣母性 的能量 因为基本上 我们的妈妈 在我们 特别是小时候 就是代表 这个神圣母亲 的一种角色 如果我们今天 跟妈妈的关系 没有 够好的话 我们会觉得 我们跟 神圣母亲的关系 也有问题 但是 这两件完全 不一样的事情 神圣母亲 就是一种 无条件的爱 那我们如果能够 迎接到 这种神圣能量 我们能够能够 真正感受到 这个无条件的 接纳 我们会 对生命 有一种信任 我们能够 知道我是有 价值的 我是被爱的 我是被保护的 但是这个 保护的感觉 是不是跟 教育一起来的 因为神圣能量 不需要控制 什么 对 对 我觉得我们 除了疗愈 母亲床上之外 还要做的 就是 连接到 我们这个 存在于 我们之内 神圣母亲的 能量 嗯 我们要 连接到 这个能量 对这个 能量敞开 嗯 我们就能够 找到 这种 稳定的 安全的 感觉 所以比较连接不到 那个神圣能量的 连接 也会跟我们 小时候 跟母亲的 关系有关 比方说 如果我们 长时间 感受到的 又或者我们 比较 大的部分 感受到的 是 担心啊 不放心啊 它就会 让我们 对于整个宇宙 也是担心 不放心的 对 妈妈 就是 生命 所以我们 受到 妈妈的 焦虑 嗯 我们就会 觉得这个 生命跟焦虑 是一体的 嗯 就是一体的 然后 我们就会 不信任 生命 嗯 不信任 宇宙 嗯 但是如果我们 从小时候 受到很多的爱 这种 无条件的 照顾 我们就会觉得 宇宙是非常 友善的 嗯 它一直在 帮助我 它一直保护我 它一直在 呃 给我想要的 嗯 那 这两个 想法 就 真的区别 好大 所以会有 完全不一样的 一种 生命 嗯 那这种 就是 你有没有 被保护 你有没有 被爱的 感觉 其实 小时候 很多很多人 就是真的 我觉得 全部的人 都有出一些问题 就一个很简单的 例子 你小时候 可能 呃 就是还当 当婴儿的时候 在那边哭 嗯 你可能饿了 或者可能 是又要换鸟铺 嗯 然后你在那边哭 但是妈妈很忙 没有马上去理你 对 那小时候 我们也不太知道 这个时间的概念 对 我们在那边哭一哭 我们就觉得 没有人理我 对 对我们有 很大的恐惧 嗯 然后就会 进一世的一些想法 是 我没有被爱 嗯 我没有人保护 嗯 那 只有妈妈来了 还是帮我们 很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OK 但是 可能就是 有一个 小小的床伤在里面 嗯 那如果是 常常发生的事情 这个伤痕就更大了 对 所以基本上 真的每一个人 都会受到 很多负面的影响 嗯 那我们就会觉得 哦 宇宙 不见得 支持我 嗯 见一世 就会有这个想法 对 对 对 而且 即使那个 妈妈又或者爸爸 他们 呃 一样 很照顾我们 很关心我们 但是他们当时是 带着什么样子的意识 在做这些事情 可能小baby 或者孩子 也都感受得到 嗯 对 这就是 最大的问题 哦 他们的意识 就会变成是 我们的意识 因为 小时候 我们根本 没有 分离 呃 我 会觉得 我妈妈就是我 我跟妈妈是一体 哦 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就慢慢的 会出现一个 独立的 自我意识 嗯 但是这个 自我意识 出现以前 嗯 我们已经 吸收到 妈妈 所有的 想法 能量 行为模式 嗯 每次这样一探讨啊 就会 更 更 小心 小心 可是这样就变成 另外一种恐惧意识 就很怕我们做错 影响到孩子 可是这样也 你看这样子也是另外一种 恐惧跟担心 那个能量也没有比较好 就生怕 我们又不小心 给孩子什么样子的创伤 又或者哪里没做好 可是你看哦 基于这样的动机 担心 害怕 然后想要做好 其实还不是跟我们家 跟自己的爸爸 妈妈小时候 对我们的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对不对 没有的指示 都要懂得怎么去 你用 因为基本上 你现在知道这个 嗯 你就是 有一个选择 是 OK 我就很担心啊 我怕 我现在做不好 就是像你说的 然后我的儿子 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但是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嗯 你知道 你需要改善 是 然后你就是 保住自己 嗯 你好好地去 修好你自己的 这个母亲闯伤 嗯 你好好地去填补 你这个母亲的绝口 嗯 那你就知道 你不会再 有这个负面的影响 到你的儿子 嗯 嗯嗯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周遥老师在四月份啊 要利用三个礼拜六 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母亲 可能 可能 我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这中间 是不是有缺口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 床伤 不管它是大的 又或者小的 我们有意识到 又或者我们没有意识到 但是都可以透过 周遥老师的带领 让我们去 觉察这件事情 周遥老师要不要也跟大家说一下 目前你的规划呢 我 想要看一个小半知神性智商 嗯 那我们的题目就是 母亲与鬼属 嗯 我们就是要去好好地探索 我们 今天 提到的这些母亲创伤 母亲绝口 嗯 会有一些是需要写字的练习 我可能会给你们一些问题啦 然后就是 会有一些模式 然后你要去 嗯 好好地理解你自己 现在的一些行为 模式 一些想法 然后就知道 你跟母亲的关系 怎么影响到你现在的 嗯 可能经历关系 精子关系 甚至你的行业 你的财富 那个健康 嗯 然后我们 当然也会用 一些进行 冥想的方式 也包括 身体的一些 探索 嗯 因为 我们也提过 身体会 累积 所有的床上 嗯 那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我们的肉身 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 门户 一些比较特别的 能量点 嗯 我们可以通过 那些能量点 连接到我们 需要的 一些意识 像比如说 嗯 月亮之心 嗯 就是我们 心轮的后方 嗯 就是我们 接受 爱的地方 嗯 我发现 很多人 这个地方 会特别 嗯 可能是 很微弱 或者完全 没有敞开 因为 我们没有 收到 够的爱 或者我们 妈妈给我们 爱 但是这个爱 非常有条件 嗯 嗯 嗯 他跟我们 一些东西 然后因为这样子 我就要听他的 我就不能当自己 嗯 所以我们就会 把我们 接受爱的 这个能量点 就 关闭 嗯 那我们就会 通过 这些 能量中心 去 帮助我们自己 做一些 内在的 转变 嗯 那 除了这个之外 我希望就是 有很多的 交流互动 我们 因为大家都 讨论 嗯 就是我们 过去发生的 一些历史 或者现在 一些状况 所以我就是 希望可以 这个跟 平常我叫 课程的 这个模式 舞台一样 嗯 就是 就是像有一个 小班 然后大家一起 可以创造 建立一种 很安全的 省省的空间 嗯 那我们就可以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嗯 但是我平常 做一对一的 这种 格案的 方式 比较 捷径 但是 就是用 团体的 方式 嗯 第一可能 就是 比较多人 可以参加 第二 有的时候 真的 有一个 这种 生性趋 一种 团体的 能量 效果 就会 更好 因为 因为 你会 你会在 别人的 身上 会看到 一些 自己的 问题 可能 意识不到 的问题 是 是 对 嗯 嗯 嗯 就是希望 我们通过 这三个 就算三堂课 嗯 可以好好地 疗愈这个 母亲创伤 所以 母亲节节 嗯 就可以得到一种 平静 对妈妈 有比较 更多的爱 而且是 忍制的爱 不只是 我很想爱我妈妈 但是我 妈妈好累 好累 对对对 都是我平常提到的 对对对 我真的很爱她 但是我已经受不了了 对啊对啊 真的 我也 我有发现 身旁有很多人 其实真的 都很爱母亲 可是问题 这个爱 好有压力哦 然后 因为太有压力了 所以 就 只好再把它 藏起来 又或者不知道 该怎么样去 互动 又或者流动 嗯 没错 所以 大家可以 呃 在 脸书上 搜寻 卓雅 卓雅老师 安卓的卓雅 是文雅的雅 卓雅老师 我相信老师 应该 呃 这两天就已经 会把 相关的 这个 讯息 贴在脸书上 对不对 对对对 那 已经可以 鼓固了 是 好 那我们就 呃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 呃 在脸书上搜寻 感觉 呃 去 查到你跟 妈妈的 一些沟通 或者行为 是不需要 有一些 改变 嗯 然后就是 投资一点点 时间 往这个方向 因为 我 相信 你跟妈妈的关系 可以变好的时候 你就 能够 有更多的 称为你自己的能力 嗯 嗯 哇 这句话说得真好 跟妈妈的关系 变好 就可以有更多 成为自己的能力 哇 这句话说得真的很好 好哟 那老师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下次再说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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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